为了让在异乡的新住民姐妹 也能够体验到传统的中华文化 花莲县培立生活发展协会 特别举办了越南文化亲子体验营活动 邀请新住民朋友和孩子一起参加 认识端午节的文化 DIY香包 烹调越南经典美食等内容 借此机会交流和活络 新住民姐妹之间的情谊 为了让在异乡的新住民姐妹 能够体验传统中华文化 花莲县培立生活发展协会 特别在21日上午 在美伦登妈拿厨房 举办了越南文化亲子体验营 邀请近30位新住民姐妹与孩子 一起认识端午节文化DIY香包 烹调越南经典美食教学的活动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针对端午节 介绍多元文化的体验 妈妈也带孩子新二代来到这边 来做一些美食的体验跟教学 主要是我们这边是服务花莲市的新住民姐妹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种节庆的活动 能够让在异乡的新住民姐妹 能够一起相聚在一起 一起分享美食 然后一起聊聊天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移民署花莲服务站 这边能够来协助我们也来进行关怀 那也提供一些经费 让姐妹们能够同乐 花莲县陪力生活发展协会 长期以来照护新住民的生活不遗余力 除了认识端午节体验包春卷 香包DIY还有指甲保养教学等 期盼透过活动 让身在异乡的姐妹们能够齐聚 互相交流认识 增加彼此联系的机会 也期盼能够提供更多服务 给在台湾花莲的新住民朋友 记得讲帮演花莲师报导